安利华后厨房APP如何智能控制电磁炉 当手机APP和电磁炉成功连接之后 我们可以实现通过安利华后厨房APP智能控制电磁炉 智能控制功能就像是遥控器 使用手机即可控制电磁炉的火力和时间 当电磁炉连接后 安利华后厨房APP的设备页将显示喷热中状态 喷热数据实时同步 点击智能控制按钮即可进入到智能控制面板 在智能控制面板上可以看到电磁炉当前的火力和时间倒计时 以及四个控制按键 铜锁 保温 暂停 开关 通过改变火力和时间 可以使电磁炉按照设定的纸进行工作 操作四个控制按钮可以改变电磁炉的工作状态 接下来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四个控制按钮 温馨提示大家 安利华后厨房APP中的智能控制按钮 与智能烹饪电磁炉的功能按钮是一致的 可以直接使用手机远程操作 当我们正在客厅和朋友聊天 或者是不在厨房的时候 无需走到锅具的旁边 即可远程控制电磁炉 非常的方便 电磁炉启动加热后 伙伴可以在电磁炉上按加减号键 或者是通过点击滑条相应的位置来调节火力 那么如何通过APP来调节火力呢 在智能控制面板的当前火力显示区域 点击加号或者是减号 即可调整电磁炉的火力 也可根据菜肴的制作要求 直接选择需要设定的瓦数 电磁炉具备定时功能 配音过程中按下定时键 即可进入到调整时间的模式 伙伴可以在电磁炉上通过按加减号键 来调节烹饪时间 长按加减号键可以快速调节时间 那么如何用APP来操作呢 在智能控制面板的时间显示区域 可以通过已有的时间键选项 快捷设置烹饪时间 如3分钟 5分钟 8分钟 20分钟 或者是点击当前时间右侧的向下小三角 手动进行时间设置 为了防止无操作 电磁炉设置了同锁功能 按下同锁键 当同锁指示灯敞亮时 除了开关键以外的其他功能键 都将进入到锁定状态 无法进行相应的功能操作 如果需要退出同锁功能 长按电磁炉同锁键三秒 当指示灯熄灭后 即可取消锁定 需要注意的是 电磁炉上的同锁键 只能锁定电磁炉上的按键 APP仍然可以操控电磁炉 如果需要取消锁定 在APP上再次点击同锁键按钮即可 当我们结束烹饪后 可以设置保温 保温默认的工作时间是一个小时 在电磁炉或者是APP上按保温键 当保温的指示灯敞亮时 即可进入到保温状态 保温状态下 无法调节火力和时间 无法使用暂停功能 如果需要停止保温 需要点击开关键 退出至待机模式 烹饪过程中 如果临时被打断 无法继续烹饪 可以点击电磁炉 或者是手机APP上的暂停功能键 停止加热和即时 当启动暂停操作时 电磁炉的火力瓦数和时间 都将归为零 再次点击暂停键即可解除暂停状态 此时瓦数和时间也将返回原始状态 继续加热和即时 暂停10分钟内 任为操作 电磁炉将自动关机 当电磁炉处于工作状态时 按下开关键 电磁炉将进入待机状态 在待机状态下 3分钟无任何操作时 电磁炉将自动关机 处于安全考虑 APP不能遥控开机 只能通过电磁炉的开关键进行开机 电磁炉工作状态时 点击一次开关将进入到待机模式 如果想要关机 需要在电磁炉的待机状态下 点击手机APP的开关键 或者是再次按下电磁炉上的开关键 才能使电磁炉关机 感谢大家的观看